机械革命 你说厂家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人和机器发生战争 意识觉醒或者违反三原则 我突然想不起来哪三原则的 他们厂家还因为这个名字敏感被封过直播间 泰坦plus 泰金黑 这个厂家是不是机器派来的奸细 配置是i711800H8核16线程 RTX3060 我之前开创过RTX3070 这个机器价格我不记得了 你们自己看一下后期贴上来的表格和订单的截图 双11期间买的我不记得很正常 所有开箱的笔记本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这点所有厂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有人故意黑 故意黑的人自己也清楚的很 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这个产品 这一代产品收尾的阶段 马上就要上市二代了 再加上我已经开箱过它的3070版本 这个机器我就迅速的过一下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我看了订单是7799 这个价格倒还好 这是产品的各种信息侧面 里面还一层盒子还蛮重的 你们说这个厂家会不会是人类的叛徒 A面金属颜值是在线的 手感也还可以 这是第一口四个脚垫 背后两个出风口电源网卡 HDMI Type-C锁孔机器右侧一个大出风口 两个USB-A一个SD卡槽机器左侧出风口 USB-A两个耳机耳麦口 那么一共有四个出风口 这个重量肯定可以单手开合的 这是平开合的角度 平的下面大概两指 三面窄边框机器的刚性正常 稍微有点变形 17寸机器相对来说有点重 大大的触摸板超级大 键盘的布局正常 手感正常 边缘它的键的每一个边缘都是圆弧状的 但是差平的地方是只有一个回色键 触摸板的手感正常 一般一般一般 电源适配器230瓦还好 850克正常 机器不重2390克 没有电池运输模式 不插电就可以开机 小纳的声音在机械革命里面 有点异样的感觉 这个壁纸挺好看 驱动一会更新一下 显卡130瓦 分辨率是1920×1080 144赫兹 目前连在核显上的这个机器 我印象中是有独显直连的 内存是16G的3200的双通道 CPU是8核16线层就不重复了 硬盘应该是V纲 我猜想这是核显 这是RTX3060的独显 控制台的常规设置里面 可以开启独显直连 冲击一下就行 机械革命的控制台功耗显卡 都是可以自己拉性能的 范围灯 键盘灯 都可以自己设置 内存还可以是美光的双面的8颗 就是4BG 控制的调过以后 PL12都是120瓦 控制台有新版 但BIOS没有新版 我就更新一下控制台了 这块屏是京东方 硬盘没记错的话 就是V纲TLC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支持WiFi6的X201 每个品牌的性能控制台是有意义的 这个已经更新到最新了 你不更新的话 会有人说你黑他 哪有这么多心思来黑他 R1520几几分好像不太高 原来是没有勾选狂飙模式 2055分提高了一丁点也不太高 老板的鲁大师 应该是你们最喜欢看的 好了 总分60万 CPU19万 显卡348000分 连续跑3025 他跑的是非常让人费解的低 是1846的最大值1830的最小值 差值倒是很小 只有15 跑单轮的测试 又能跑到2000以上 这是CPUZ的跑分 23多核是12684分 就是正常的好的机器的表现 右边三个高的很多 都是台式机CPU 单核1508分也很好 内存速度很好 50.4G每秒 93.5纳秒的延迟 硬盘2527分 之前跑过200G的缓和模式 就不跑了 可是工厂剪视频刚开始 4.0用机很快降到3.8G 85瓦 现在95度161秒完成 同比的机器里面最慢的 这个机器的CPU部分 有点像没有彻底发力的感觉 PR剪视频39.008秒 这个速度还可以 3DMark显卡8633分 CPU10271分 同样3060天选2D14% 红阶的战斧300D3% 台式机6600XT高9.6% CSGO最低画质是605 比天选2高的一倍还多 关掉独显之连用很合模式 就类似于像天选2那种模式 还不错 降的很少 只降了12% 540比天选2还是高了90% 四个星辈英灵电65帧 比天选2高了16% 台式机的3060高16.9% 台式机的6600XT高40% 古墓丽影的三种模式 115 73 这两个帧数都很高 最低画质172帧 是所有横比机器里面最高的 比天选23060高35%的帧数 比战斧300高21% 台式机3060也只高5% 台式机6600XT也只高8.6% 那这个机器表现已经很好了 开始单烤CPU83瓦3.61G94度 性能模式没问题 就是狂飙 现在温度到94度了 环境温度比较低18.7度 说成不好意思 我不想烤机很久 现在三分钟的话94度3.57G80瓦 开始双烤显卡是130瓦 有点猛 但是CPU迅速的降了 现在43.6瓦2.7G72度 双烤持续蛮久了 一直保持在130瓦显卡1.8G左右77度 CPU2.7G44瓦75度 把控制台的极致强能打开 就是风扇全速在转 没有变化 人的位置54.8分贝 机身上61.2分贝 插线板上224瓦 刚好显卡还是在130瓦1.8G左右77度 硬盘位很多 两个MR这边是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 一共5条细热管 4个收风扣 两个风扇 电池比较小 46.74瓦时 这是南角鲁奔 这是五线网卡 两边扬声器 内存是镁光的双面的8颗粒 你们说换硅脂 我猜想不会有明显的作用 这是陶氏的5888 试试看 好吧 还是有变化的 显卡降了2度 CPU降了4度 但是性能没有变化 显卡和CPU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电瓶线5的测试 第12帧 这是他推荐的设置 我重新自己设置一下 最高的画质54帧 昨天台式机3060是66帧 这个得慢慢收集数据了 暂地2042还是打不开 你们怎么打开的 你们问用的什么帧数的软件 是这个 有人让我把这些软件 打包一份给你 没法打包的 你得以我的账号密码才行 腾讯怎么回事 加速器没法充值 这是IPX训练模式 现在帧数在一百七八十一百九十帧 要注意 这是最高的画质 但是是1920×1080 不是2560×1440 这种情况下 帧数高是很正常的 现在显卡占用 百分之九十七频率 在一点八G左右 一点七六G CPU的频率和双考差不多 在两点七G到三点八G 不等到第二层平台 会有两百帧左右 这是1920×1080 再重复一次 CPU的频率 现在在三G 三G左右 显卡的温度75度 76度 CPU的温度64度 汇报完毕 仅供参考了 绝地求生 这是1920×1080 最高的话 对着天空四百多帧 跳传的过程中 一百五十帧左右 落地以后 一百一十帧左右 野外跑步一百 一百一十帧左右 画质呢 改成了1920×1080的三极致 现在帧数在一百九十帧左右 跑步的时候会在两百帧左右 还是蛮高了 有时候能跑到两百四十帧左右 很高很高了 好了 可以不用跑了吧 完全没人 有人也是我死 现在显卡77度 CPU在哪 CPU76度 这个朝天空打会怎么样 会落下来吗 前面有个飞机 扬声器的效果 屏幕亮度 284 264 275 286 264 269 265 260 277 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效果 这个时间点开箱机器呢 其实对大家帮助也不是很大 机器好不好呢 你们自己也看得懂 优缺脸呢 游戏的表情很好 显卡的性能释放好 那独显之脸 4BG内存 单核性能强 那游戏的表现肯定很好 缺点呢 是屏比较一般 一眼差 其实开机呢 一瞬间你就知道这个屏怎么样了 但是对于普通的用户呢 他要么是第一台电脑 要么就是前一台电脑很烂 所以用这个呢 他不会感知到 这个机器呢不是差机器 很多人买了差机器以后 要为他站台 要说这个机器好 说你故意黑 其实我否定的是机器 不是否定你人 我就算喷也是喷的厂家不是用户 或者是喷那些为虎做仓的人 好 还有缺点就是硬盘比较一般 之前有测试 再就是他的风罩上有棉里长针的感觉 有一种声音在刺你耳朵 其他应该就没什么了 整个机器应该还算不错的机器 硬盘未有多 说到明年 明年的12代机器要等英特尔发布 然后其他厂家才能卖 我现在说的几个厂家的消息呢 是有可能明年价格会高一些 再就是价格7799我觉得还好 好像有人双11买的更便宜价格 能力很厉害 最后的开箱机的折价就减300块钱 7499吧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说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自己搜一下 担心找出网店呢 就到公众号来扫码 这样不会找错 公众号是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也可以搜小写的英文的YZZZDN这6个字母 上下的时间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不是你看到视频的时间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呢 可以在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像这台就是那我也完成了作业了 然后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 12代我们上了挺多方案了 核显的独显的都有 随着今天这个机器呢 我想把这个东西给送掉 微星的一个小娃姬 我拍了照片给我女儿看啊 她说让我带回去玩 我说怎么玩啊 而且这个样子我觉得比较阴间 那就把这个送掉吧 还有一坨这个白色的小娃姬 也是微星的 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阳间一点 那这个呢 就随着那个暗影7plus给送掉吧 那个机器还在我的货架上 还有就是新数的SN5701T不是550 价格是599我们的网店上了一些 这个呢 可以做主盘做重盘都可以